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科技站 每次旅行打包行李,我们都希望能够轻装上阵 想想看,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等一堆设备需要充电 要是带上好几个充电头和数据线,行李瞬间变重了 如果能用一个充电头搞定所有设备,不仅都能充上电 还能达到最快的充电速度,那旅程一定会轻松不少 去年我出差就尝试过,只拿一个充电头 给三星手机、苹果手机和一台笔记本充电 这三台设备的峰值充电功率分别是45瓦、27瓦和65瓦 当时我想,选个比65瓦大的充电器应该就能兼顾它们了吧 于是我选了一个108瓦的充电器 结果设备确实都能充,但速度却上不去 而且充电器的体积太大 前一阵子再次出差,我拿了一个体积更小的华为90瓦充电头 结果呢,它居然能够成功激活三星手机45瓦超级快充 这让我实在意外,为什么充电器标注的功率更小了 实际充电功率反而变大了呢 为什么一个华为充电器居然可以激活三星的超级快充2.0呢 今天这期影片,我们就来研究 充电器到底是如何影响手机充电速度的 以及充电头究竟该怎么选才不会踩坑 手机的充电过程需要手机、数据线和充电头三者紧密配合 在连接的瞬间,他们会进行一番协商 从各自支持的充电协议菜单中 找出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最高电压电流组合 然后开始按照这个组合进行充电 数据线和充电器都会影响最终的速度 上期影片,我们详细介绍了数据线的影响 今天我们将聚焦在充电器本身 充电器或充电头,学名叫做电源适配器 它的核心任务是把家用交流电 转变成设备需要的低压直流电 我们将从硬件结构、软件协议 两个方面来分析它的工作原理 先来看硬件结构 不同品牌的充电器内部各异 但逻辑上都是由几个关键模块构成 交流电进入插头后 首先经过输入过滤与保护模块 它能够过滤电网中的高频信号噪声 得到更纯净的正弦交流电 同时提供短路保护 避免安全隐患 净化后的交流电进入初级整流滤波模块 被转变为310V的直流电 接着来到充电器的心脏 高频功率变换模块 在这里 310V的直流电被开关电路高速切碎成脉冲 流过变压器初级侧 依靠电磁感应原理 在变压器次级侧感应出低压高频交流电 感应出的交流电随后进入次级整流与滤波模块后 变成低压直流电 这时的直流电还不能直接给手机用 它需要等候协议通信模块 与手机协商握手 然后直流转换模块会根据协商结果 将直流电精确调整为手机所需要的电压和电流 最终输出 根据核心元件材料的不同 充电器主要分为传统的硅基充电器和新型的氮化夹充电器 两者的关键区别 在刚刚提到的切碎直流电的那个高频功率变换模块里 切碎的过程实质上是由一个开关电路实现的 传统充电器使用硅基MOSFET管作为开关 由PWM芯片控制开关速度 而氮化夹充电器则采用更先进的氮化夹管替代硅基MOSFET管 得益于材料特性 氮化夹管的开关速度比硅管快10倍以上 更高的开关频率意味着可以使用更小更轻薄的变压器 从而显著缩小充电器体积 同时 氮化夹管发热更小 允许充电器内元件更紧密的堆叠 进一步缩小充电器体积 而且提升了效率 现在我们来关注软件方面 也就是充电协议 上期影片我们提到 市场上的快充协议主要分为两大类 通用充电协议和厂商私有协议 通用协议的代表是高通的QC快充协议 和USBIF组织推行的PD快充协议 它们经过多年的迭代 版本众多 对应不同的充电速度 可以暂停参考这个表格 如果说通用协议的版本差异已经让人眼花缭乱 那各家手机厂商的私有协议更可谓是百花齐放 像华为的FCP、SCP、小米的Turbo Charge、OPPO的VOOC等 它们互不兼容 通常只有使用原厂充电器才能激活满血的充电速度 无论是通用还是私有协议 它们都定义了一系列的充电档位 比如经典的iPhone 5V 1A 或者较新的9V 3A档位 根据功率等于电压乘电流 9V 3A档位最大功率就是27瓦 注意 这里是最大功率 实际充电时功率是动态变化的 这是依靠在保持电压不变的前提下 手机内的电源管理芯片 动态管控电流的大小实现的 充电器支持的档位通常会在外壳上标识出来 随着技术的发展 2017年 USBIF组织在PD3.0协议中 引入了一个可选特性叫做PPS 中文叫做可编程电源 这项技术增加了充电的自由度 使得原有的固定档位变成了可编档位 在PPS下 手机根据电池的状态 实时向充电器精确请求 当前所需要的电压和电流 PPS是许多安卓手机实现高速快充的基石 比如三星的45瓦快充就高度依赖它 而截至2025年 所有iPhone均不支持PPS 他们只使用固定电压档进行充电 为了更清楚理解协议如何影响充电速度 今天我将从两个实际充电案例入手 教会大家如何挑选充电器 避免踩坑 影响充电速度的不只有充电头 还有数据线 而今天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充电头 所以两个案例我们都会使用 目前最全能的雷电5数据线来演示 排除线材的干扰 第一个案例我们来看安卓手机 以三星S24 Ultra为例 我们的目标是找到一个非原装 但能激活45瓦超级快充的充电头 第一步是搞清楚 三星的快充依赖的是什么协议 三星的45瓦快充 基于PD3.0中的PPS特性实现 正好我手头有一个贝尔金108瓦充电器 标注支持PD3.0 我们拿来试一下 结果超级快充没激活 只是普通加速充电 这就是我们踩的第一个坑 充电头支持PD3.0 绝不等于它一定支持PPS 因为PPS在PD3.0标准中 是可选功能 厂家可以选择不做 那好 我们选一个明确支持PD3.0 PPS的充电器来试一下 比如小米这款67瓦充电器 等等 超级快充还是没激活 这就奇怪了 充电协议都对上了 怎么还是不行呢 这就是第二个坑 即使协议匹配 充电器PPS支持的动态电压电流范围 也必须满足手机的要求 小米这款充电器的PPS输出范围 是3.3V到11V 最大电流为3A 就算跑到极限 11V乘3A等于33W 根本达不到S24 Ultra需要的45W 那前文提到的华为90W适配器 为什么可以呢 因为它支持PD3.0PPS 而且PPS输出范围更广 3.3V到21V的电压 搭配最大5A的电流 这样就能轻松组合出 45W的峰值功率 第二个案例我们来看苹果手机 从iPhone11 Pro开始 苹果旗舰机用上了基于PD3.0的快充 最高支持27W 通常用的是9V3A这个固定档位 那是不是充电器只要标注支持9V3A 就一定可以给iPhone快充呢 不一定 这是苹果用户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坑 因为高通的QC3.0协议中 也有9V3A这个档位 所以选购时 必须确定充电器明确标注支持PD快充 而且包括9V3A档位 否则 iPhone很可能只能降级使用 更通用的5V1A或5V2A充电 安卓苹果双持的朋友可能会想 那我直接用安卓原装头给苹果充不就得了吗 这样的话 安卓手机可以快充 苹果慢点就慢点 反正可以充上 然而 这里藏着第二个大坑 如果你用的是像华为原装的那种A口的40瓦充电器 给iPhone充电时可能根本就充不上点 这是因为厂商为了自家的快充 对充电器和线材进行了魔改 导致iPhone和充电器在握手协商阶段 通信信号传输异常 充电自然无法启动 所以对于苹果用户 认准标注PD3.0 且支持9V3A的C口充电器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来一句话总结 如果一个充电头明确标注 其支持PD3.1 SPR EPR PPS 那么它就是目前最接近全能的充电头 这里的SPR指的是标准功率范围 它可以实现苹果设备全覆盖 EPR是拓展功率范围 可以覆盖如游戏本这类性能怪兽的供电需求 PPS兼容各种安卓手机快充 同时PD3.1与QC协议高度兼容 直接打破了隔阂 最后 搭配当前最全能的雷电5数据线 可以覆盖绝大多数设备的快速充电需求 影片的结尾 希望大家都可以选到符合自己需求的充电器 不要被营销噱头迷惑 如果本期内容对您有所帮助 欢迎点赞分享 也欢迎大家订阅本频道 不错过更多科技资讯和实用技巧 这里是第一科技站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